中锋 最会投三分球的两位中锋 在这个场上同时出现 是,这也是现在的一个篮球的风气 你现在的大哥子球员不是只有 苏时轩拿到 再给空前的奖智明一个假动作之后上来 好球啊 给他梅林告必须要出手 三分球偏 篮板球 Moulin抓到被扒锅 Junson再赏他一锅 苏时轩又抓进攻软板非常积极 其实他就是要靠这样子先做苦工开始做起 来换取自己一个更多的一个上场的时间 没错 13比6 阿米 Moulin 前些被包夹再给他外线的阿米 有了 在九投零中之后 第一季三分球 所以我们说两队的这个回合数真的很快 底线马上就直接就是一个长船 这边也有一个快攻 阿米 要上罚球线 换取一些进攻的空间 甚至是站上罚球线的机会 是 真的是精神物体 这球被Q给干扰到了 阿米 有人把他清出一条血路来 是 好球 给Moulin Baron的背框 要翻身 小球 交得好 一早三点 他第一个他最会血的干冰 三冰 阿米的假动作 这个江生有一个拉手 因为他的第二下弹速又来了 对 阿米今天拿下15分 表现也算是相当的够水准 也是国王队本土球员当中最出色的 双尾在第四节的搭配 看起来效果是不错 林苏伟 小球再给阿米 蔡文成犯规 阿米站上罚球线 非常稳健 是 六罚全进 阿米 这个转身 过得精彩 连文成都挡不住 这个比赛很紧张 现在只差8分 国王队一度落后 超过20分 又一个 这个球没话讲 没得够跟杨继敏的合作 他也把握住了 非常的稳健 今天在罚球线上 他还没有失守过 给对角的舒伟 再回马枪 给阿米三分线外的出手 杨继敏扮演第四节先生 正确的 强身会拔 拔了每一次 准备了 蔡文成犯规 第四节只得8分 9罚都进了 29分 4分 2分 4分 2分